八六百戏游记是一部我国公认一部的无法超越的经典 六小灵童饰演的孙悟空 更是无数网友而是心目中的大英雄 六小灵童也成了孙悟空的代名词 六小灵童作为戏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 一直被大众尊敬并喜爱 熟记年过半百的她已经是一位老艺术家了 而她的感情生活也是幸福潜秘的 与妻子于红已经结婚三十年了 是实实在在的珍珠婚 虽然近些年来六小灵受到的非议很多 但是她对于家庭方面确实很低调 从未听说她的女儿张彤彤 一直以来她都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 张彤彤在1991年出生 到现在也有28岁了 对于她的相关资料很少 据悉她一直留学国外 在学习英语 希望让更多的外国朋友关注了解西游记 关小彤近段时间在网上发了一条微博 微博内容却令所有网友大吃一惊 原来是关小彤一家与六小灵同一家的聚餐 通过照片我们不难猜出 就是两家人在聚会 很多网友都以为照片中那个和关小彤有点相像的女孩 是关小彤的姐姐 但是大家都猜错了 虽然我们在微博上经常看见六小灵同的日常 却一直没有见姑姑她的女儿 这个就是六小灵同的女儿张彤彤 从照片里不难看出照相的就是关小彤 当时在照片中比关小彤还吸引人的却是张彤彤 看到照片里美丽的她 大家也不奇怪 为什么直到现在 她仍然没有结婚 不仅学历高 颜值也很高 所以不难猜测 眼光也很高 于是网友们也是纷纷调侃 颜值学历都如此出众 还有一个六小灵同这样的老丈人 一般人还真不敢许 压力太大了 看完文章的老铁 先别着急走 在评论下方留下你们的想法 再给小编一个漂亮的关注 我们的本节 Keep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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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